我看到你剛好這三首歌的班底都是完全不同人的 是啊 是的 都挺慶幸可以跟不同的音樂人參與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新 真的剛剛出來 我應該要跟不同的人去合作 看看我自己的chemistry可以去到哪裡 就好像第一首《你再聽媽》 這首歌就是我有份填詞 第二首歌也是有參與 Edward和Cuzan就說 有什麼代表你呢? 別人一看到你其實Aka也是跳舞的 最擅長的芭蕾舞 不如就給你一個圖示範圍繞著跳舞 生來起舞 生來起舞 到最後底線就是 我跟公司說我會找一個朋友 MFM的家豪和AJ他們做 他就知道我一樣的缺點 那個缺點就是我個人是沒有什麼底線 真的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唱歌的時候不是很重嗎? 好像說是都有眼淚淚淚哭的 有啊有啊有啊 真的會試過被人欺負 大件一點的